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再來的話呢,我們就是要再增加那個 有關那個錄製聚集的部分 所以喔,剛剛的話呢,其實我們就又增加 額外補充一個就是 計算那個年次的部分 然後年次部分的話其實就是 Tether, Lapse 加Value 所以這個公式其實蠻擁長的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假如說像剛剛有同學是遇到那種狀況是 可能這個資料它太敏感了 可能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有點像是那個日期 然後日期的話,而且它這個日期是 假設是這樣,它便是像這樣子 OK,那如果你要把它改回來的話 那基本上就按右鍵 從這個格式把它改成通用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 有時候其實就是說,那個Excel 它誤認為說你這個資料 是輸入成日期 所以它會自動幫你把它改成日期格式 OK 那所以呢,但沒關係 把它再改回原來你正確的格式 這樣就OK了 然後,並且利用那個插入這個樞紐分析表 然後呢,再產生我們剛剛這個結果 基本上最後,如果你可以做出這樣的結果 那表示應該OK了 那也就順便補充就是有關那個 一般常用的那個簡單的統計分析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 某一個資料裡面 哪一個部分類別的人最多 那比如說幾年次 有沒有發現 50到59,五年級生 六年級生,七年級生 馬上就知道了 那這樣你就可以知道說 你的會員的主力在哪裡 好像越年輕相對越多 那當然這個就是你的最主要客群 那其他還有像是那個什麼 商品也可以啦 或者說業績等等的相關統計 其實就類似像這樣子 就可以很快得到一個我們需要的圖報表 很直覺的 OK 那當然 樞紐分析表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概念 記得就是說 如果你用樞紐分析表之前 你記得一定要先產生你需要的那個欄位 也就是說你不能像剛剛 如果假設你給他生日 直接為給樞紐分析表的話 很抱歉,他沒辦法接受 你一定要給他一個 他需要統計的一個正確欄位 OK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那我們用的是 用value 配合test 那當然你可以用 我剛剛講另外一個 用year其實也可以 year其實反而更簡單啦 只是說因為我們這邊主要凸顯 就是說 如果 你要直接把你看到的資料 直接轉過來的話 可以用test ok 那最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要再進一步 如果說我今天呢 這件事情 比如說每天都在做 那只是說來的資料不一樣 那手機號碼合併 每天都會用到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有必要怎麼樣 把它改寫成 一個 類似像按鈕的功能 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按一下清除 自動把這個欄位的資料清空 再按一下串接 自動幫我把剛剛的資料 又全部串在一起的話 那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ok 那也就是說 我們待會需要做的就是 可以把每天重複性的事情 把它變成一個聚集 那這個聚集的話 對應到就是一個按鈕 比如說一個串接 就是一個 一支聚集 那聚集的基本單位就是sub 也就是這個是一個sub 叫串接 這個sub叫清除 然後呢 當我按下某個按鈕的時候 他就會去幫我執行那個動作 串接 ok 那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做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從無到 剛剛主要是demo給各位看一下 那怎麼做 那首先的話 這兩個按鈕 我也一樣把它刪掉 先刪掉 等一下再把它 那 第一步 首先的話 如果你要把剛剛的動作錄製下來的話 那第一步的話 你必須要先把開發人員先找到 那 因為你們 現在用的電腦的版本 可能 不一定完全一樣 不過理論上應該 找的位置都差不多 那開發人員的位置 預設 預設如果假設你現在沒有看到開發人員的話 特別注意 你必須要手動去把它打開 那怎麼打開 首先 一 請你找到上面有一個箭頭 找到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 點擊之後的話 有一個自訂功能區 那自訂功能區 這個地方 特別注意 自訂功能區 在 右邊的地方 有個開發人員 那開發人員 預設好像沒有打勾 不過 印象中好像最新的版本 預設就已經打勾了 所以 記得把它打勾按確定 那 你就可以看到開發人員的選項 所以 第一個 假設你沒有開發人員的話 那當然 你需要把它打勾 它才會顯示出來 那 可能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 為什麼開發人員預設不打開 其實 主要原因很可以理解 因為 其實早期 開發人員這個選項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需要 但是 各位 現在 新的版本 你會發現 我印象中 新的版本 不知道哪個版本開始 開發人員 預設就已經打開了 那 你想說 以前為什麼沒有打開現在 那主要原因當然是 因為這個功能 幾乎每個人都會常用它 所以 它就沒有必要把它隱藏起來 OK 所以 可想而知 因為現在工作資料量太龐大了 而且複雜度太高了 所以如果你不會開發人員相當功能的話 哇 那你基本上 你要工作有效率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第一步 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請你找到錄製聚齊 另外一個聚齊 那程式在 程式的話是放在Visual Basic Visual Basic 其實就是我們 講的所謂的VBA VB兩個字就是Visual Basic A的話實際上就是Application 指的就是Excel OK 也就是說呢 在Excel裡面 我們可以用Visual Basic 語言來撰寫相對應的程式 好 那可是我要怎麼把剛剛的那兩個按鈕做出來 首先的話呢 我們必須先把這個剛剛的動作 把它錄製下來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不需要先另外寫程式 假如說你不想寫程式 也可以重複做事情的話 那第一個你可以用錄的 不過錄之前的話 我是建議各位可以先 彩排一下 再開始錄製 那第一步的話 當然我們游標 先不要直接點選 這個 12儲存格 另外還有一點 就是說上面的公司 是不是要把它刪掉 其實不用 那首先我是建議 你可以游標先 放在12儲存格以外的儲存格 然後呢 我們1 1 游標放在12 2的話呢 游標再放在上面的資料編輯列 打勾 3的話呢 快點兩下 好 這樣就ok了 所以 1 游標放12 2 資料編輯列打勾 3 向下填滿 記得 游標放在空點上 快點兩下 這樣就ok了 好 那我們第一支程式就完成了 那第二支程式的話 就是把它清除 那清除怎麼清 1一樣 游標放在12 那向下選取的話 就是 記得喔 我不建議你用滑鼠這樣選 為什麼要選很久 而且會過頭 我建議 記一下快速鍵 叫做 Ctrl Shift 加 向下 Ctrl Shift 向下 ok 然後按Delete 3 一樣三個動作 我Ctrl Z 記得喔 1 游標放在12 Ctrl Shift 向下 第二個動作 3 按Delete 我把它復原 Ctrl Z 那我們大概彩排過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來錄製了 那我錄製一下 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1 錄製之前呢 我們就是 游標記得不要先放在這裡 一定要放在這個以外的儲存格 然後錄製聚集 第一支程式就是串接啦 所以他問你說 你的巨型名稱叫什麼 我叫串接 好了之後的話呢 按確定 就開始把剛剛那三個動作 把它做一遍 他就幫你記錄下來 記得不要多做 多餘的動作 多餘的動作 等於他也會把它錄進去 那就NG的 就可能要重來 重來就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按確定 好 把它蓋過去 因為剛剛我已經有寫過了 我把它蓋過去 好 1 油標放在1 2 儲存格 那他會幫我寫一行程式 叫range14.slate 2的話呢 就是把油標放在資料編輯列上面打勾 3的話呢 快點兩下 記得在空點快點兩下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錄製了 完成的話呢 就再停止錄製就可以 停止錄製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就寫完第一支了 第一支程式的 第二支程式呢 再一樣的動作 錄製聚集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叫清除 OK 第二支叫清除 按確定 把它蓋過去 因為我剛剛有寫過 1 油標放這裡 1 2 第二步的話 Ctrl Shift 向下 3的話呢 按delete 好 這樣就完成 記得喔 最後一定要按停止錄製 因為還蠻多同學常常忘記要停止 所以就是什麼 他就一直在錄那個你動作 然後就變越來越多 所以記得一定要停止 所以三個動作 然後先錄製 然後三個動作 最後停止 那我們剛剛做兩支程式在哪裡呢 聚集 有沒有看到 因為我剛剛錄了兩支 一個叫串接 一個叫清除 都在這裡 那如果說你想要執行看看的話 很簡單 選串接之後 按下執行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按執行 你會發現這個就OK了 聚集 這邊的話呢 清除 清除了 OK 所以呢 我們剛剛寫的程式呢 其實基本上是可以work了 OK 然後這邊清除 但是假設說啦 你一執行 奇怪 怎麼做出來效果 跟原來想的不一樣的話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等於NG 那NG什麼 你要重來 重新錄製 把剛剛錯的蓋過去就可以了 好 那最後做完之後呢 你想說 老實說 我從這邊執行的話 好像有點麻煩 那可不可以 幫我把這個程式呢 變成兩個按鈕 直接放在這邊 當我按下 串接 它就這邊串接 按下取消 這邊就取消 清除 就幫我把它清除 那如果說你要增加兩個按鈕的話 其實也蠻簡單的 各位可以看到呢 在錄製聚集的右邊 有個叫插入 有個類似像一個什麼工具箱的形狀 那其中的話呢 找到叫表單控制項的左上 其實是左上角 這個就按鈕 你把它按一下 按一下之後的話呢 請你再到那個Excel上方 這個時候會出現十字 有點像是小畫家 你按住不要放 向右下角拖拉 那你拖越大 這個按鈕越大 那大概適當就可以了 大概這麼大好了 放開 這個時候的話呢 按鈕沒出現 不過他會問你說 你這個按鈕要叫什麼名稱啊 你這個按鈕按下它之後 需要執行哪一支程式啊 那就串接吧 並且把串接兩個字複製一下 按確定 這個時候會出現有一個按鈕3 然後就把按鈕3Delete掉 然後把剛剛複製的東西貼上好了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多一個串接了 一樣的方法清除 就是再按一下這邊有沒有 再拖拉 有沒有然後放開 那這個叫清除 就是剛剛說 這個按鈕按下去之後 執行清除 然後名稱呢把它複製一下 直接按確定 那複製的原因是因為 這上面的名稱呢 每次都叫按鈕1按鈕2按鈕3 名稱不ok 那你根本不知道這什麼按鈕 所以你直接把它delete 把剛剛兩個字貼上 但你要打也可以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我們來試試看 串接 ok 清楚 也ok 那你會發現 剛剛我們如果會錄製聚集的話 那你會發現很多事情 它就自動呢 把你前面做過的動作 全部都記錄下來變成一個聚集 然後呢 我們可以利用插入這個按鈕 可以產生對應的功能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這個部分 那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開發人員從這邊 箭頭 其他命令 自訂功能區 這邊打勾 按確定 然後先彩排再錄製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這個部分